歡迎收看跨界大贏家 有收看節目你就會變成生活的贏家 如果你在買車你會放到優先考量的是什麼呢 是車子的外型還是操控還是車子的養護呢 那如果你是享受品牌 可是可能預算沒有很多 是不是考慮買中古車呢 中古車的話你就要好好想想 你後面的養護會不會有問題 有一件很浪漫值得大家閉上眼睛 好好幻想的事情 假設你現在擁有的是一台寶石結 但是我在養護的時候只需要花到福斯的成本 是不是挺美妙的啊 又或者是你擁有一台Volvo 但是養護的時候我是用福特的成本來養這個車 是不是也省很大呢 今天我們好好來談談 有些車養起來沒有像你想像中那麼困難喔 有些國產品牌下面的車反而料件不好找 哪些車可以買哪些車不能買 我們可以貴氣的養車 也可以小氣的養車 歡迎今天加入我的小氣好朋友們 有請來 還有張奈婷 乃哥 以及中古車導演小老師 大家好 還有最喜歡找他的兩千 哈囉大家好 因為找兩千買車 我說多少錢 兩千 都快費多少錢 兩千 你看大家都喜歡跟他做朋友有沒有 修車我們真的是要斤斤計較 養護起來也要想很多 因為有時候一來一往會差很多錢 就算你是買中古車好 當初價格可能買二十萬 就拿回家你一修 然後這裡處理那裡處理 又多花了二十萬 那不是Double車價嗎 所以拜託跟我們一起來撥算盤 小事這件事情太心動了 也是到你那邊我才發現 而且今天我如果是買一台Volvo 我會想說後勤維修可能要花很多錢 可是好像也不是這樣 你要看對年份 好像可以用福特來養護Volvo 對啊 因為它曾經有一個一段時期 在2013年之前 這個Volvo的底盤 跟它的引擎變速箱 都是跟福特是共用的 有圖有真相 我們現在來看圖 現在現場看這兩台車 是一台Volvo的S40 對 還有Volvo 這是幾年的車啊 好像也有 都是2010年左右 2011年左右的 有一陣子的車囉 那我們打開引擎室一看 不開還沒事 一開媽媽咪啊 長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耶 我不想再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大家就 就不買你的Volvo 不是 大家會覺得 都買Volvo比較划算 而且我覺得我怕那個價格 越來越貴 因為大家Volvo會變滯銷 然後Volvo大家搶著要 不至於啦 不要再宣傳下去 對Focus操控跟Volvo 真的不一樣 可是養護起來 其實老Volvo好癢喔 就變成說 你享受到它的這個剛性 還有它這個品牌的高級感 內裝的這個高級感 但是呢 當你這個引擎啊 變速箱啊 一些相關底盤的這個損壞的時候 你在養護的時候 你可以去拿這個Focus的料件來 維修 保養 就不會說你找不到料件了 對 拜託Focus的料件多多耶 到處都是車友對不對 對 同樣的狀況你試想 其他品牌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 不要車子品牌開出來只看車 我們把他衣服都 不是 我就說把他已經打開來了 其實有很多料件 可能可以共用喔 今天我們來看看 這樣子像類似的狀況 有些車其實揚起來挺輕鬆的 那你買車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一定要看那就是銷售嘛 銷售數字來講 其實有很多台車賣得都滿好 Toyota很多車賣得很好啊 現在越來越多的這一種 算是模組化底盤 過去那個剛剛講那個 大概2011 13年以前那時候是共用零件 現在是叫做模組化底盤 過去我們都在講買車 哪一台車比較划算買新車 那是要買新車 對 但是現在我們今天就要進來 進入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養車的時候 現在會比以前更複雜 那時候就很簡單 像剛剛小事舉那個例子 VOLVO VOLVO S40然後這個福特的Focus 還有一輛Mazda 那是馬三那時候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這三款車有很多零件 那時候就等於說 我買VOLVO的時候 就可以享受福特的價格 但是我開的時候 可能三款車都有不同的設計 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透天的調校 所以說三台車開起來的時候 又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說以前那個叫做共用零件 那現在叫做模組化底盤 對 模組化底盤呢 先看銷售量 銷售量越多 這是一個簡單的參考點 觀眾如果不太懂車子的話 到時候料件也會取得很容易 車子賣得好的話 基本上你看台灣就好 你不需要去看全世界 我先不講全世界 現在只講台灣 賣得好的話 你相對保修的時候 你的零件數 應該就會比較多 我現在是指你完全不懂車子前提 對 可能我連我買了什麼車都不知道 Toyota我就買 Mazda我就買 福特我就買 閉著眼睛買都對 就我看喜歡就買 但我根本不知道它銷售量好 或不好 我就看喜歡就買 很多人是這樣子 但是呢 你如果看銷售量如果多 銷售冠軍後 冠軍的那樣我就買 比較不會錯啦 因為你基本上 你的維護成本 不會貴到哪邊去 對 可是有一些事情 大家有時候搞不清楚 因為可能古早的時候 長輩在講 像Mazda好了 以前說國產的 養護很輕鬆 可是後來 它後面也變成進口車 這會有差喔 這有差 這也是現在時代的轉變 然後過去 剛剛聽到什麼Mazda福特 都覺得國產車啦 但是這幾年 國產車跟進口車 已經出現了這個 黃金交叉電 差不多的價格 我可能買進口車 可能比較划算 但是重點來了 像現在新的馬三 現在馬三 就跟那時候的馬三 不一樣了 現在Mazda獨立出來 已經不是像剛才 有跟人家共用零件了 然後現在講的這個 魂洞紅或經驗魂洞紅 你加一萬塊一萬五 每個七一不太一樣 這個車子的烤漆非常漂亮 很漂亮 你就需要代價啦 是 萬一你今天碰到的時候 你就不是一般的地方 就可以烤漆 烤得出來的 那你可能 你如果出去外面烤的話 可能永遠會有色差 所以說你就 你想要擁有一些 進口車才有東西的時候 你就必須有 相對的一個代價 因為大家可能聽一聽就想說 那這樣買車 我不知道要怎麼 因為十年前馬三很好養 十年後它又是進口機 又不太一樣 其實沒有那麼難 等一下功課一口氣做給大家 這集看了 保證你可以買到 新儀又好養的車 CHR賣得很好對不對 車子的產地 你總要搞清楚吧 CHR其實是土耳其產的 沒錯 其實他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進口車賣得好的話 它可能零件比較便宜 CHR賣得好不好 好 好喔 那個CX3賣得好不好 好 讚喔 這兩個都是進口車 而且這麼小 又是Toyota 老一輩的時候 又要站出來了 這個Toyota 小車一千兩百CC 渦輪增壓 我不懂 好 CHR一百萬 維修起來應該很便宜 對不起 它是進口車 所以它的好 還沒有那麼好 因為剛剛講的好是什麼 你看Focus 國產車 就是銷售都是五六百台 一個月的 然後或者是什麼 Artist這些 它的零件才有可能便宜 像這種 雖然在進口車是好 銷售不錯 而且車型又小 你別以為車子小 還盡量小 就會便宜 最重要的 它還是有一個 進口的身分 對 所以同樣是跨界休旅車 CS3跟那個CHR呢 分別來自不同的這個產地 但是它在台灣 你只要不小心有什麼 重大的零件要維修的時候 李組長的眉頭一皺 新台幣的聲音就響起來 好 這時候就會發現 對 他們都說 蒼蠅都被夾死了 對 就會發現 原來進口車 進口兩個字 還是有它的身分在裡面 對啊 進口就是要其代價 這一類車子呢 其實在中古車上 他們也處理的非常多 也常經手嘛 有一些車你剛出買的時候 覺得車價有省到 可是後勤的維修 可能省不到耶 是不是真的這樣 對啊 像其實我經驗 有蠻多這種 這種例子 像我經驗裡面 其實來到二手車 其實不太一定 那二手車的話 CX3的話 我自己賣起來的經驗 是比CHR 數量稍微多一點 在我自身的經驗 那我覺得像一台車也很特別 我賣很多這個 Suzuki的XS4 對啊 你之前好像很多人會去買 對 我很喜歡這台車嘛 因為說二十幾萬 可以買到六個安全氣囊 對啊 我就很推這個車 結果一次喔 我想Suzuki應該修理 應該還OK吧 便宜吧 對 然後結果一修 那一支避震器起來 要大概五千塊左右 我有一點驚訝到 因為五千塊的一個避震器 已經差不多是 可以買五支 歐洲鏡頭車的價格了 對 已經是歐洲鏡頭車 如果用國產的話 一支一千耶 這是五千 對 國產大概 對 兩千塊左右 如果 entry level兩三千塊 也是可以買得到嗎 對 兩千塊左右 所以高了將近一倍的價格 所以那時候我心有揪了一下 因為那個 我們裡面員工檢查說 小思哥這個兩個 前面兩個避震器要換 我說那Suzuki嘛 就把它換掉就好啦 沒什麼好講 還停留在SOLIO的時代 對 還停留在SOLIO的時代 一支一千 收到帳單 哇 兩支一萬多是怎麼樣 含工錢一萬多塊 所以我又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 可能不是只能認廠牌 我不是只看品牌 對 我們還要看 剛剛這個尼克哥 乃哥講的 你還要注意這個市面上的數量 多不多 還有它的零件的 取得的價格的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再去做一下功課 對 因為我們剛剛 就一開始就講馬自達了 因為以前馬自達跟現在真的不一樣 當然造車工藝不一樣 現在也進化非常的多 但是再怎麼樣掛上了進口 好像這件事情就會讓它在 你後勤維修上 會有一些小負擔 是這樣嗎 兩千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講馬自達 其實馬自達其實也有分 雖然你說一一年之前 就是還是有代工 就國產化的 其實當時的馬自達 它有一部分譬如說馬3 當時的馬5是國產的 可是其實它有一些車型 那時候同樣 07年的時候 出一個馬自達3 然後是Wagon的車型 就是五門的車型 它那個車型 小師哥也有賣過 我也有賣過 它那個車的板金零件 就跟原來一般四門的東西 是不通用的 所以變成說它的價格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當時我們在買的時候想說 應該馬自達的後燈 應該沒有多少錢 後來那個尾燈 那個發霉裡面糊掉 好像一個賭計的那時候 價格好像三五千塊一顆 就不便宜 非常不便宜的一個後尾燈的價錢 跟我們國產的四門馬3 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還有一個像馬自達2 馬拉那車小小台的 我想說應該不會很貴 買來代步 像Yaris一樣應該很好養 其實馬自達2 它也是原裝進口的 那這邊還要提到一個車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 就是福特 其實Fiesta其實當時 在上市的時候 其實大概2010年的時候 有從德國原裝進口一批 它是1.4 然後配上四速的變速箱 它跟我們後來國產化的1.6 配Powership的變速箱 是不一樣的喔 那它的零件其實就跟 這個國產化的價錢 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一問講說 應該是Fiesta 1.4的 應該後面會通用 對 結果他們其實沒有的 然後價格的部分來講 當然是 他說它是進口的 所以譬如說容易缺料 或是等料的狀況 是都會遇到的 那這個部分就要特別留意 雖然它的品牌 你會覺得是國產品牌 可是這時候 你就要特別留意說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對 認品牌 這件事不靠譜了 因為大家以為品牌 這個品牌怎麼樣 聽到是可靠品牌 所以後面維修 大概不用花什麼成本 有沒有太有壓力 可是最近我們企劃同仁 他有個好朋友 就說他家裡有一台車 怎麼聽你上這個品牌 維修會有什麼問題 他說他有買了一台車 就這台車怎麼修 就是要等料件 然後修很麻煩 然後其實價格爆下來 他也覺得不是很滿意 搞了半天 那台是Juke 人家是英國車吧 講到Juke 我跟你講 我記得有一次去Juke 就是去看Juke 你知道那業務員說 乃哥 乃哥 買Juke 為什麼 買車送女友 興奮了 蘭尼克請買 蘭尼克你要不要買一台 沒有 他說乃哥 你買一台 送給女朋友 不是說你講清楚一點 看你跟Juke的感情很不好 為什麼叫買車送女友 就是Juke 你知道Juke這台車 其實長得非常 在那時候是很跨時代 我們這個所謂 CUV跨界修旅車的爛傷 應該就算搭了 我第一眼看Juke 就覺得他跟你長得 有夫妻臉 真的 你看他正面這樣 那鬍子那樣 跟你好像好搭喔 那你有眼光 為什麼呢 因為你注意看 現在的車的設計 因為LED頭燈大興騎到 在那個時代 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他就知道 要把大燈放在中間的位置 你注意看好像現在PSA集團 或者是Hunday 這些都知名設計師設計的 他都把大燈 開始往下移 燈原本大燈的位置 都變日行燈了 所以他已經是超前部署 很多年了 對 所以Juke他是 超太多錢了吧 對 他的造型非常的特別 然後你注意看這台車 在哪裡賣得最好 英國 因為他就是英國設計的 所以他是一個 有英國血統的車 那但是這個業務員賣的時候 就是買車送你 或者說告訴你 這就是一台英國車 那別忘了他就是掛 你上的牌子 他怎麼樣 他就算是英國設計的 他還是一台你上的車 所以在全世界裡面 他還是叫你上的一部分 一份子 而不會因為他有點混血 就真的會變成英國車 但是這台車只有一個 來自英國的血統沒有變 就是他的零件價格 請看 一片擋風玻璃 兩萬八千元 歷行沒賬耶 我不接受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龐德 他最喜歡叫我 你們兩年換一次擋風玻璃 對不對 我說誰那麼無聊 結果我去問 為什麼一直叫人家換擋風玻璃 因為他說一片五千 B&W一片五千 我說你騙我 結果我真的去換 一片五千 那這個價錢 所以你看 JUKE兩萬八千塊 你再看看旁邊 我跟剛剛說 CX3進口車 多少 五千五 對不對 擋風玻璃五千五 對 你注意看光是玻璃 JUKE兩萬六 然後CX1一萬一千七百三 對啊 你是Toyota耶 Toyota這個也不便宜 你那邊擋風玻璃就五千塊 對啊也不便宜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 如果像 不管小四還有兩千 這不小心得罪人 一台車六片玻璃全破的話 我跟你講 一台一二五就沒了 對不對 對啊 那個錢加起來加一加 你看那個很可怕的 而且是都是易碎品 然後再看其他的東西的話 你會發現 為什麼JUKE就是特別的焦貴 我跟你講 因為剛剛萊尼克已經說 你要看銷售量 JUKE雖然是全球性的車型 但是畢竟它生產是在英國 所以它的 產量比較少 相對冷門 好不好這樣講 相對比較少 對 所以 有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 在這些同為進口車中 你會發現 JUKE真的是非常娇貴 對 除非你是張乃婷的粉絲 你想說看著你的車 就想到乃哥了 不然的話 你覺得養這台車 可能真的會比較花錢 光就比較這一個原廠的旅圈 CX3就是一萬一千五嘛 然後JUKE就要一萬五了 CX還便宜許多 八千四 然後前葉子版 它兩萬耶 其他兩家兩個品牌 大概三四千塊就搞定了 這就是說 為什麼有些人 對於JUKE是很喜歡 可是有些人就很排斥 這個好像很兩極對不對 妮可 完全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你沒有要送女友 是不是 應該這麼說 既然這種是所謂 設計款的車型 JUKE外觀 就是很不一樣嘛 你今天想要擁有一輛 與眾不同的車款 對 你要開這種冷門車型 這就是你的代價 因為你就是特愛喜歡 比較特殊的車 因為像這個表 這個表我覺得 一點都沒有問題啊 因為 這麼詭異的外型 跟一般的正常的車型 它就設計感比較特別嘛 上乃亭路可的外型 對啊 那你說擋風玻璃這麼貴 因為這個就要回到製程 製程的成本 它的技術性就比較高 所以它為了要弄很漂亮的一個 線條造型 所以說它在做這一片的 這個擋風玻璃的成本 就比較高了 這個裡面我覺得還少一個 這個所謂的 頭燈 板件那些東西 如果真的算下去 JUKE一定是貴到不行 第一個 你的沖壓製程那些東西 成本就 開發的成本 就比一般車子還貴 因為一般車子你就是 車子造型大概長那個樣子 它可能要為了勾一個腳 勾一個邊 那你成本又要提高不少 所以說像 以剛剛那個擋風玻璃為例 我真的覺得很正常 後擋風玻璃也很特別 那個弧度彎成那個樣子 製程的那個成本 所以張乃婷的臀部 是圓的 要扒的我覺得 那個當然它就比較不一樣 是往上揚的 所以說像再加上它的這個 全球的 全球的這個銷售量比較少 所以說它的成本就會在那邊 它的頂間成本就比較高 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就變成說 一般的熱銷車款 為什麼你持有 相對你揚它就會輕鬆 那有一些相對冷門的話 所以難怪我們看 中午車上收車 你都會去比較一下 當年銷售量 當年接受度 這就是一定要參考對不對 沒錯 一定要參考 例如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 這三台車 其實這三台車 CX3 Juke CHR 其實他們在六萬公里以前的 花費 保養費其實是差不多的 都是大概兩萬多塊錢 但是我覺得差別就來了 我覺得這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正因為它冷門 所以你買二手車的時候 其實你入手價格是低的 對喔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它這些費用是便宜的 它的二手車價 當然也會跟著水漲船高 對不對 因為它變熱銷 因為又便宜 很好照顧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滿相對性的 所以很多人 反而JUKE這個車 我的觀察 我們剛剛一直在提 其實到了二手車 這些冷門車 反而願意接手的人變多 真的喔 對 願意接手的人變多了 可是我們在銷售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跟消費者說 尤其是我們剛剛討論那些 外觀件 你像我們剛剛討論的Volvo Focus 雖然底盤件 變速箱 引擎周邊的料件 是通用便宜的 但是牽涉到外觀件 對不對 像乃哥 如果得罪人的時候 對 前面就會被誇獲 對 你大根被打破 前檔被打破 糟糕了 那個花費就會很可怕 如果你開的是Volvo的話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保養費用上 倒不至於差太多 那唯一最大的差異性 應該會是在這一些 特殊的料件 或是外觀的料件 會因為它數量的關係 對 造成說外廠不願意 大量的製造出來 或是原廠也不願意 備太多的料 對 因為它賣的數量不多 量那麼少 對 回來換的機率 備著也是放著 所以就變成說你來了 你要換什麼東西 我再幫你到國外的原廠去訂 那你就必須要等一個期間 尤其像現在疫情 完了 這個傳奇 空運 時間會整個拉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會 意想不到 就是會發生 等待很久的這種問題 我覺得會比較常發生 除了價格以外 對 所以你在看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說 跨品牌的合作 那個叫雙升車 其實就是表兄弟 你可以去挑不一樣的這個東西 料件互相支援的概念 那你就會想 那我買一台BMW Z4 以後我是不是可以用Supra 來養它 其實Supra也不便宜 其實也很便宜 對 但是Z4更貴 對 但是這邊我覺得 這邊就是 又要換一個狀況來講的 今天呢 如果保固期內 多數我都會跟人家講 因為你有保固的這個條款在 所以說你還是回原廠 對 但是如果過了保固 因為現在Z4跟Supra 都在保固內 所以說我先講回去一下 之前的那一款 剛剛有講到JUG 又要再拿它來編 繼續拿來編 因為JUG呢 我就有聽過 有這種比較 詭異的狀況 車主呢 因為就覺得 我是買JUG 我是買Nissan 那我不回原廠了 我出去外面保固場修 看到Nissan 會修Nissan 或是說國產車就衝進去了 國產車跟他講說 我不會修 一樣是叫Nissan 但是它不會修 你不是專門在修Nissan 你外面又大Nissan 但是剛剛有講到它是英國的 然後最主要它主要是因為 有很多的零件跟技術相關的東西 是雷諾的東西 雷諾的東西 再加上如果說你是這個 本來都修國產車的 其實你不需要去看國外的東西 就是說我要叫零件 我要開始看英文的 對技術來講 他們只是把車修好 但你要去叫零件或找零件 都來講說我不要修 所以說當你今天就 所以說就有了會說 那我今天開了JUK 然後過保 我如果沒有回原廠 那我要去哪裡修 不好意思 你去找歐洲車 你去找 會修歐洲車的車廠的時候 他們一進來就說 這雷諾的東西 有很多老塞一看 這是什麼東西很像 然後再去查料 或者說他們會進去 他們的這種電腦 然後去看國外的料件 一叫出來 然後問一下國外的協力廠 所有零件全部跳出來 對 剛剛講到的是比較貴 那現在的話就是會說 當你今天過保了之後 你就要知道你的車 該去哪邊修 如果你今天是開SUPRA 你今天SUPRA 也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今天如果引擎有問題的話 我要 我如果直接衝進去 一般的那個修TOYOTA 或路邊的保鑒座衝進去 他一看到之後 我不會想你 不跟TOYOTA很一樣 因為很多東西 都是TOYOTA怎麼都不一樣 因為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BMW 對 可能 我不要講引擎 包含內裝你做進去 那些電子的零件 非常的不TOYOTA 東西在哪邊 他光要插個電腦 可能他們就要翻來翻去 才找到他們要找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說這個東西 有時候 你在維修保養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買中古車 然後你今天又沒有要回原廠 那你可能自己就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 你買的是什麼車 還有你車子的一些背景故事 你可能都要先去做一些作業 對啦 我現在再把車子的價格級距 再拉更高好了 Huracan Huracan 你會想到他的那個表兄弟 R8 不過我覺得用R8養R8也是很貴的 想到重點喔 到底可不可以R8養R8 還是R8養Huracan 我跟你講 Huracan跟R8的出現 應該要講是因為VAG集團 想錢想風了 他認為我Huracan出來之後 我再用一個奧迪也是我的高級品牌 然後弄一個超級跑車 這樣子我就可以 魚與熊掌都能兼得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事實就告訴我們 R8這個R8啊 Huracan的R8 對 銷售很糟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你講 Huracan跟R8差大概 在台灣售價大概差一個三百萬左右 你在一千萬以上不差那一個錢 真的 現在來看 如果你是開Huracan 可不可以用R8來修Huracan呢 我跟你講喔 假設小時間開Huracan 不小心得罪人 真的嗎 腳跟咪咪咪咪咪 這時候 他跑到奧迪說 可以找R8的零件倒嗎 我告訴你 在這一千萬以上的車 跟剛剛蘭尼克說這三四百萬的車 兩三百萬的車 那不一樣 就是說我這台車 因為我本來就數量稀少嘛 我一年只有三千台的量 所以我每一台車其實在這個零件料號控制上呢 我會比較的精準 而且在這種高級車上 這種應該說說比較高級中的高級的話 除了這個還有取得的管道 今天你在買BMW或者是這個Torota 當然我以Z4來說 你這一顆引擎的型號是通用到各個 各個這個其他的車型上面的流用這個四缸引擎 那今天你這個V10的奧迪 這個VAG裡面這個V10 現在只有這幾台車在用啊 所以我要控制這個零件是非常容易的 對 你在台灣也很難拿得到 你不然的話 你只好去報廢場 不然就是找兩千說 有沒有新 有沒有賣兩千塊的 有沒有新鮮的 新鮮的 有沒有兩千塊的 為什麼要用兩千塊啊 我也不知道喔 因為兩千啊 兩千塊年移啊 有沒有昨天晚上 下雨的 刮風下雨 然後有很難啊 繞回來的 你是聽起來然後吵到來 你怎麼會這樣講 我不知道喔 就是只有用這種方法 可以取得一些這個 這個來路目標的零件 不然的話 以這種車來說 它的零件 控管的會比較嚴格 然後再來它的電腦也不像 我們一般很多都可以比較容易取得 對 那在這方面 所以很抱歉 小絲可能就要花一點心思 去取得這個 Huracan的零件 那我現在說的是 就像剛剛說的是 底盤 變速箱這些 大家知道它是雙身體 對 但如果你到外觀件的話 那更不用說了 兩台車就是完全 完全不一樣的 對啊 也就是因為這個外觀的不一樣 也造就了R8 必須可能會暫時 退出我們的這個市場 是 對 以後會不會復活呢 不知道 因為反正 你少了一台車 你就多了一些預算 研發的預算 你把 研發R8的預算 拿來研發其他的 比如說新能源動力車 對 也許R8會用不一樣的 身分出來 對 也不一定 因為搭配e-tron 對不對 對 因為你如果單賣R8 你跟Huracan就差三百萬 我買R8外型看起來 不像Huracan 真的在市場上 就比較難競爭 等一下休息一下 有圖有真相 很多人還會問一個問題 別再糾結 到底買Infinity好呢 還是買賓士好 等一下去討論 歡迎回來 有很多年輕人們 在網路上會留言說 真的想買一台賓士 買賓士主要也是 要跟家裡的長輩交代 主要是因為說 事業有成了 可是事實上 我最後還是買Infinity 因為要跟自己的口袋交代 但其實兩台車開起來 真的有那麼一樣嗎 也好像未必吧 是有一些差別 但是這個 其實又跟剛才的例子 又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你看剛剛我有講說 如果今天你是買二手車 然後保固外 然後你去外面維修 你不能亂進去 對 但今天你今天二手車 買二手車的時候 你今天是買Infinity 自然的你已經知道 它是進口車的品牌 你不會去搞混 所以說今天你開Infinity 衝進去修Infinity 會修Infinity的地方 基本上你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就是說你今天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維修 那如果說開起來的話 因為這是兩個品牌的 一個技術合作 所以說他們也有一些 部分零件是共用 然後技術是互相授權的 所以說很多人就覺得 我今天買一輛Infinity的 這個Q30 我就等於說有點像 我買到了賓士 GLA 然後你說買GLA的人 就覺得 我畢竟我還是賓士 所以說還是不太一樣 但是買Infinity 就覺得我今天花 差不多的價格少一些 但是我的配備可能更多更好 然後外觀上我又不太一樣 比較兩個外型 畢竟不一樣 然後你一個是可能對 它可以這樣解讀 你賓士你是入門車款 這Infinity最高級的 對不對 最高級的 雖然是小型的SUV 但是最高級的SUV 滿配什麼 要什麼安全配配 全部統統都有 所以說我周遭有很多朋友買Q30 因為Q30定價是一百三十七萬 可是你GLA 動不動一百七十起跳 對 他會覺得這比較划算 比較划算 所以說 事實上賣的數量就很多 就很多 然後甚至有些 當然 我周遭有些比較特別的朋友 他就選2.0的 有些很多人都去選1.6渦輪 然後他最後還是選2.0 比較貴 可以買到賓士了 可是我不買賓士 我就是要買Infinity 因為我覺得更超值 然後外觀我更喜歡 那因為這樣子賣得不錯 所以說今天如果 今天到了小市那邊 或2000那邊的時候 今天你不會因為Infinity 就是Infinity的 開始隨便我 砍下去 砍下去 就是盡量地砍價格 我收價格 不好意思 這個我可能不太好賣 所以說我可能要 開很低的價格 收購價 但是現在這些 因為熱銷車款很容易出去 所以說他們就覺得 這個可以收 因為可能有很多人就會要 所以說相對來講 因為他是跟賓士合作 對 那可能他們也會覺得 就 有沒有人要買Infinity 這種比較超值 那我如果今天來一個 賓士的入門款 跟Infinity的頂級的款 那兩個是讓你修後續的保養回修 這種消耗性零件是差不多的時候 對 又換他們 就是會想說 我要不要收 所以還是看個人 有人就是有品牌上面的迷思 有人是說我希望CP值真的要高 價格可能花很少 可是我可能配備拿很滿 我們光是看看整個車子的相對的結構的比較的話 真的就是很多相類似的地方對不對 打開來看看啊 沒錯 像如果說遇到Infinity有沒有砍大刀 一般都是那排氣量很大的有沒有 排氣量大的基本上那就不太好處理 因為其他油耗什麼等等都比較不好 那其實像這個Infinity Q30 我就有一個故事喔 之前我那時候有一個朋友 然後在四五年前他交一台新車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把舊車賣給我說 我帶你看我的新車 那時候我想說Q30沒看過 一打開 奇怪怎麼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一起來好像很熟悉耶 因為連電動座椅都一樣 好像在哪裡 但是卻想不起來 一看那個大燈開關有沒有 一模一樣 然後他說來來來鑰匙給你 發動一下 新車發動一下 鑰匙一給我說 你剛好拿冰式鑰匙給我 他說沒有啊 這我車的鑰匙 一看 怎麼上面LOGO不太一樣 是Infinity的LOGO 其他都一樣 真的是一模一樣 然後後來想說 那我們這種科普的精神就出現了 馬上研究一下 引擎式一打開 引擎的造型配置 一模一樣 你看這個圖片就知道 一路這樣比過去 完全一模一樣 你看那個旁邊 那個應該是那個電池 那邊上面那蓋子的一個水波 一扔一扔一扔的 都一模一樣 幾乎只有 真的是LOGO不一樣 你看它Infinity外圈 還有多一個圈圈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比較明顯的 大概是那個冷氣的出風口 冰式有它那個圓的 圓的 然後Infinity是 它是橫式的有沒有 後來知道說 再研究一下 發現他們是合作 也因為這樣子其實 你真的太激動了 拍都手抖了 嚇到了 沒有啦 其實這個那個時候拍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比較昏暗 你知道 而且就覺得都一樣嘛 應該放錯也不會有人發現 真的 而且剛剛給製作單位的時候 製作單位說 這樣子對不對 我說你這樣子放 其實我也有時候會看不太出來 因為真的太像了 記得要拍LOGO才認得出來 對 其實很像 包括那冷氣的旋鈕 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 這樣的好處是說 其實因為Infinity 對我們來講有時候 是比較冷門一點嘛 那如果說 因為它用這樣子一個 共生的關係 其實基本上它的材料的料件 或是一些比較不好取得 譬如說打譬如旋鈕 在老車中古車時候 容易壞掉 這時候你就可以比較容易 買得到替代的品 那甚至是說 它的量會比較多 因為畢竟賓士的銷量 還是比較好 它的備料會比較齊全 那怕到說 有時候台灣的零件商覺得 國外可能有零件 可是他不願意備料 這就會有點麻煩 對 那賓士其實也有很多 副廠的這個零件 所以是很好取得的 小師自己也有在找零件 如果以剛剛舉例BRZ 其實它找零件也是有美感 就是蘇巴路的車 其實後期這個引擎的部分 從這個86跟BRZ 剛剛尼克講的開始 那個86就是用它這個FA20 這個水平對握的引擎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 蘇巴路的車子在台灣 它在美國銷量很好 然後在台灣也賣得不錯 可是我在找零件的過程 我覺得其實它的單價 在台灣來講算 滿不便宜的 因為蘇巴路相對量少 對 所以其實很多 你為什麼可以吞口水 你講話不應該吞口水的 所以其實要 如果要養熱車要便宜 像這種車 我們都會朝美國那邊 Ebay去找這個零件跟材料 然後再來一個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就是 它的某一些車款 例如這個BRZ跟86這個車款 因為在台灣我覺得 銷售量算滿不錯的 所以其實還有這個 那這樣就會造成說 外廠比較願意去 仿製啊 或者是做出它的一些改裝品 或是零件 副廠的料件 甚至你一個 我們剛剛講 萬一我們又得罪人 大燈又被敲破了 你到底要得罪多少人 好 這今天的梗 就是得罪人 那這個大燈破掉 你會覺得原廠會不會很貴 可是其實喔 外面的零件廠商 其實有大量的做出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 大燈的造型 你不只可以更便宜的買到 你還可以挑選 你甚至就利用這個 壞掉的這個狀況啊 直接還可以換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造型 新年式 還可以換新年式的樣貌 對 所以其實 反而喔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 很貴的外觀套件喔 在這個速發路的車 或者是這個 我們講86這一款車上面啊 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喔 就不怕人家打你大燈 對啊 你連葉子板啊 保險桿破掉什麼 都沒有關係 你很多數場件啊 對 數場件太多了 所以反而這個 就會比較特殊一點喔 甚至這個WRX速發路的 這個IMPRESA 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反而我們本來以為 會很貴的東西 那因為它這個數量 如果改裝的人多 擁有的人多 反而在外場你可以找到 便宜的零件 甚至改裝件 難怪說它的中古市場 真的是銷售也還蠻不錯 屹立不搖對不對 兩千年有在找零件喔 有啊 因為我之前開速發路 那個Legacy GT 那之前那時候後來 因為我的那個 原本的車主 它有改一個大燈嘛 我個人就不是很喜歡 那種改裝品 我就想說那既然是這樣子 速發路應該這個車子 有一段時間了 讓我們來買一個零件 來把它大燈改回來好了 後來我就打電話去問 然後問一下說多少錢啊 他說這個Legacy 東西不多喔 我問一下 再問原廠 一問兩萬七千塊 一顆 大燈耶 一邊喔 兩萬七一邊 我說兩萬七 我說太麻煩了 比賓市 比賓市還貴 我說比賓市還貴 太離譜了吧 他說左右邊加起來 不是五萬四了 他說左右差不多喔 然後我說哇 太貴了 後來我想說那怎麼辦 我們就找很多 想了很多辦法去找 結果後來我找到了 Depo你知道嗎 Depo那很大間的有沒有 打去他們公司 直接問說 你們有沒有這個速發路 這個Legacy的大燈 有 找到了 多少錢耶 便宜好像一萬多塊 忘記了 不貴 問說可不可以賣我 他說不好意思 那外銷日本 我說外銷日本 那你就不要去日本吧 繞過來有沒有 我去工廠拿 他說因為那個歌線不同 他因為大燈日本是右價 他的歌線不同 所以不能交在國內 會有違法的問題 結果沒有辦法買 我說那我再去日本把它買回來 他說可以 可是你裝上去還是不對 所以它歌線不一樣 歌線不對 那這樣就不行啊 那所以最後怎麼辦 只有可以找到改裝品的 可是改裝品的 就是裡面會有什麼UU燈啊 什麼天使眼淚啊 什麼一大堆的 可是這種其實對驗車來講 它有時候會比較麻煩 那我就不願意換這樣 所以最後就只能 把原本的大燈拿去整理 去做整理 你又只能說 花很多的錢 去整理這個大燈 可是卻買不到全新品的狀況 所以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 以為說容易取得 或者是應該很便宜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狀況 嚇到比冰室還貴 對 冰室還貴 5萬塊耶 大燈而已耶 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看看 那個2000旁邊有一顆雷亞 一顆渦輪 這個渦輪厲害了喔 它算是救命神丹 很多車都可以用它喔 等一下我們來分析了 你有沒有想過一顆渦輪 可以給5台以上的車子用 今天這神奇渦輪 也不是啦 就是一般的渦輪 就像我們現場喔 很多車都是用這顆渦輪 是不是 對啊 這個是我委託 我朋友是做那個外匯零件的喔 那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渦輪啊 小小一顆 這顆是什麼用的呢 它是福斯集團 1.4的這顆引擎 在7代1.4的TSI呢 這個車就可以用喔 那同時呢 同時還有誰同時 還有一個PASA 1.4的 那好像是國外的 國外的這個引擎編製 它也可以使用這顆渦輪 還有 還有 A3 1.4的渦輪 還有 還有 Q3 1.4的 一樣都是可以用的喔 所以一樣的一個渦輪喔 但是你去叫材料的時候 它可能不會這樣子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那個福斯的 就是那個啦 它就看你用什麼品牌的 就PASA 1.4啦 如果你說奧迪 他說那個奧迪的價錢 是這個這個喔 如果是福斯 就是這個這個喔 就不一樣喔 所以這個部分 但是因為它不會告訴你說 到底怎麼樣通用嘛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叫來材料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旁邊這邊有一個 一個QR Code 這邊有一個福斯集團的LOGO 旁邊還有一個奧迪的LOGO 其實在很多的板機零件 或是說在很多的 汽車引擎零件裡面 都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LOGO 就代表說 其實它本來就是 共同開發的部分 所以這個渦輪呢 其實這個是全新的一個渦輪 所以它有使用 根據我那個材料商朋友的密心 就是說 它這個東西就是 他們交給他是這個 告訴他可以用 至於材料商要怎麼告訴你 告訴師傅 師傅再怎麼告訴你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對 就看哪個報價過 就報哪一個啊 沒錯 不過像我之前 對 這是你說的喔 對對 都兩千 都兩千 同手無七兩千 像之前我之前買過福斯的車子 其實那時候 剛開始福斯六代的時候 那個屁股撞到一個燈 我想說 這燈應該很貴有沒有 然後遇到的時候想說 跟客人問一下 結果這個要問 就跟材料商問一下 說這樣子的板金零件 要多少錢 其實後來發現呢 第一個喔 兩個方法可以取得 用淘寶的方式買 因為購福這台車子 其實在大陸已經國產化了 只要它的這個材料呢 你在大陸問得到 那其實呢 都一樣可以從那邊 淘寶直接掏回來 那包括門靶 門內飾板啊 等等等 大燈都可以 所以價錢其實 不過材料商也很聰明啊 知道大家都是這樣買 它也把它的價格降下來了 所以大概現在一個大燈 以前一個尾燈的價格 以前想像要五六千 至少現在都一千多塊 甚至跟國產真的沒有差 沒有太多的差別 也太便宜了吧 真的很便宜 我都會嚇一跳 因為我到福斯一些社團 有些人會交流啦 有些人真的是長期 近期會去逛逃跑 當作是一個興趣對不對 因為價格聽說很嚇人 因為我們真的跟很多福斯車主的交流 他們都會講一句話 什麼話 修到我變成專家 是 修到都還上了廣告 對 因為今天這些車主啊 事實上他們覺得 當然我覺得他們還好一點 就是說 因為他們覺得車子零件 不可能不會壞 不是說壞了 他們就要去跟人家吵架 或爭取什麼東西 也就是說今天 壞了東西之後 他們去看原廠的價格 我去找找網路上去找 他們多數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問了好幾位車主 不是從網路聽來的 從這些車主 車主跟我分享的這些經驗 就是說原廠的價格 他們覺得他們 覺得這樣養車的壓力很大 所以說他們就自己上網找 上網找 找了之後 那因為剛剛兩千人有講到 因為中國有一些 有些國產化的這個車子 在那邊 然後所以說有些零件 是可以共用的 那因為已經修成金了 所以說他們會看一些東西 就是說這不是結構件的話 好像那邊東西好像比較好 然後再看那個價格 好買 就這樣寄過來了 那如果寄錯了怎麼辦 寄錯再買 因為反正那麼便宜 買五個也划算 因為他看到那個價格很多時候 後面少一個零 要不然就那邊計算機按一按 三分之一的價格 少一個零這很扯 因為有時候如果從國內 甚至說從外場去修的時候 去叫零件 價格還是在那邊 因為雖然說已經相對便宜了 因為它是整個福士集團 共用零件相對便宜 但是今天如果說從對岸寄過來 雖然說少了這個保固 因為國內也就叫零件 如果壞掉 馬上可以再換一顆 這是最大的差別 價差是來自於這裡 但是今天你如果覺得不信邪 這個東西不會壞 我連什麼車子的天篷 然後中控台用的東西 用料絕對不一樣 但是因為長的是一樣 有些人就覺得 我叫那邊的料來 第一個便宜 反正我因為那個環保材質的關係 很多零件案件 都必須要再整理 那我可能就去那邊 那邊的料件來用 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不是安全的 相關的這個結構件 如果是品質的考量 你就想說會不會影響安全 那還要猶豫一下 那些東西便宜 沒有比較耐用 很容易就壞掉 但是因為太便宜 所以我壞掉 我再買一顆 沒有一塊十次也抵達一次 所以說他們已經修成金了 就是很多玩車 這對他們來講說 玩車的經驗就變成 他們覺得這也是一種 至少我當下 我花的錢 養護成本沒那麼高 對 不痛不癢的 反正也對修車有熱愛 就多修氣質 真的不痛 如果用這樣的邏輯來想的話 我們要聽聽看小師 他養保時捷可省的呢 對啊 因為我最近經營一個凱宴 然後我開始 保時捷車主耶 老車 也是保時捷車主耶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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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我在保養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這個 其實他很多零件都是用浮屍 包括一些空氣濾芯 那最直接 我這次保養那個 零件 機油芯拿來 我看 師傅啊 我這個Poosh的耶 你怎麼拿這個 好輸的mark的 他說一樣的 一樣的 我沒事 我這是Poosh 我這是盾牌 對啊 我身為一個保時捷的車主 料號來 材料來 上面沒有一個保時捷 logo 感覺就是 不對 不過跟自己的荷包 再看一下自己的荷包 想想好吧 裝上去吧 然後呢 這個疊盤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就有研究 是不是說這個 當初這是Brembo代工的 那我們直接找Brembo拿就好了 所以說這個材料 我們疊盤 來令片 也是直接 我們就可以找到 當時的這個OEM的廠商 那其實拿到的價格也會 坦白說也會比真的有 蓋上這個保時捷 logo的材料 要便宜的蠻多 因為那個logo也要再加價的 彩色還要再加價 而且其實我後來發現一件事 其實消費者要怎麼判斷說 我們的車子 自己的車 在台灣到底買材料 容不容易取得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對岸如果有同款車型的車子 其實通常你在台灣 你可以很容易 像剛剛尼克分享的 對岸有這個Golf VAG的 這個國產車 我們其實這樣子到對岸去拿來 其實你的材料都不會太貴 對不對 就算是假一賠十 至少寄來也有十一個 對不對 你問他說我買這材料 你問他說我買這材料 請問是真貨嗎 他說假一賠十 那寄來是十一個 也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能用 然後剛剛講的 只要像不太影響這個 我們行車的這個安全的東西 我都覺得一些 像我們常常用電動窗開關 對 很多車友分享 他說你這個原本沒有帶燈的 你還可以賣 換一個帶燈的 看你是要帶紅燈帶藍燈 你不只可以買到 買到這個一樣的料金 還有帶金蔥的大燈開關 你的原本只是一個 塑膠的大燈開關 對 他說你可以買帶燈開關 或是帶這個銀色四條的 太銀色的 帶金蔥的 帶水鑽的都有 所以說我覺得說 反而在我們這個 小氣養車的當下 還可以得到 一點點小小的點綴跟滿足 源自於對修車的熱 不是 那你在養寶石節一個月 大概不會花到多少錢了吧 像我整個保養起來 包含五油三水 包含這個碟盤的更換 跟這個來令片的更換 我這一次的整備起來 大概在兩萬塊錢 兩萬塊錢 那其實有很多人會以為 而且很多人會以為說 我寶石節好像回來一次保養 要三萬要五萬 那事實上我後來發現 像我們的修理廠師傅 他其實他沒有修過寶石 他修過浮絲的 對 然後他說我也第一次看到 可是一頂起來他說 這鑼盤就都一樣 秋氣咩 對 你就都一樣 對 所以他就會了 他就會了 他本來他 我說你有沒有修過寶石節 然後康棒就換掉了 換你修寶石節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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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